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芝麻为脂肿性氧化剂 不仅使血管的弹性增强 而且还可以使血液循环运行正常 对预防中老年新脑血管硬化大有弊益 它含有降低血糖 增加肝脏及肌肉中糖源的含量和增加血球容积的作用 4.抗癌抗衰老 隐年益瘦 黑芝麻富含的花青素不仅能抵抗衰老 还有一心血管健康 另外黑芝麻含有的脂肪大豆为不饱脂肪酸 也有隐年益瘦的作用 黑芝麻的功效还有很多 想要让它发挥生命的防病治病功效 吃法才是关键 1.降压的最佳吃法 核桃黑芝麻糊 先将黑芝麻晒干 炒熟 与核桃仁一起盐为细末 加入白糖 拌匀后 装到一个玻璃瓶中备用 食用时用温开水调服即可 2.补盖润关节 最佳吃法 早餐一把黑芝麻最好是每顿都吃一些黑芝麻 早餐吸收好 可以固定吃上一小把 其他的时间有空就可以吃一点 很多老年人都有多年的红湿和关键酸痛的症状 这时候吃点黑芝麻可以有效的缓解 3.降挡固醇 最佳吃法 黑芝麻丧盛护 将适量的黑芝麻 丧盛 白糖 大米分别洗净后 放入罐中捣乱 砂锅内放入清水 煮沸后加入白糖 等到糖融化 水再沸后加入捣乱的酸味 组成糊状服用 好了 朋友们 感谢观众 者是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